海贼王 白胡子四番队长萨奇出场,形象年轻并且霸气十足 最新的海贼王OP Magazine杂志第十二期即将在九月放送,在这本杂志内有吉英社编辑与实际原会画作者Boy G,加上原作者韦田荣一郎一起合作,由艾斯物语改编的漫画作品 绘画作者Boy G用自己独特的风格,来绘制与讲述艾斯从出海,到认识伙伴,后续冒险中遇到雷丽,与香克斯会面,对战胜平与白胡子的前传故事 这次漫画连载到了第三回,取材了艾斯在败给四黄白胡子后的后续剧情,非常有意思 在漫画中,艾斯输给了四黄白胡子,并被捕获,在伙伴黑桃海贼团的副船长丢丝的劝说下,也一直对白胡子不服输 几次想要再次挑战四黄白胡子,却还是败下阵来 在四黄白胡子海贼团,艾斯见到了诸多的厉害角色 比如,艾斯看到了应资萨爽的马尔科,身为第一番队长的马尔科,在这部漫画中形象相当帅气 马尔科称呼艾斯未活着的新人 说明,海贼新人要是挑战四黄白胡子,很少有能够活下来的角色存在 另外,江扑君在漫画中也看到了四番队长,那就是萨奇 萨奇在这部漫画中,模样与之前的正片漫画风格有很大区别,可以说霸气十足,而且比韦田漫画里形象要年轻许多 因为这部漫画的绘画作者波尔奇,风格毕竟独树一致,当初集英社编辑们也是突发奇想,才有了绘画作者波尔奇与伟田大神的合作 说起来,萨奇与艾斯的羁伴是相当不错的,当初艾斯一直不服输的情况下,是萨奇又劝说艾斯要继续活下去 第一,萨奇的职业是厨师,他所在的第四番队,其实可以说,都是白胡子海贼团的厨师团队 萨奇的战斗能力在正片漫画中描述很是简单,单将蒲军查找了一些海贼王周边资料,诸如公事书,有曾提到萨奇的能力是,滑翔的双刀,他是使用两把厨师专属白刃战斗的家伙 第二,萨奇是四番队的队长,当时的二番队队长没有人选,之前是离开的光月玉田 三番队长是钻石,乔兹,五番队长是花剑,比斯塔,六番队长是布拉曼克,七番队长是拉克约 所以萨奇应该是相当强的,实力上肯定于乔兹和比斯塔不分伯仲 可惜萨奇后来获得了自然系的《暗暗恶魔果实》,却没有吞下,被黑胡子暗算而失去性命 他是一位讲义气的海贼,是相当可惜的角色 第三,在漫画中,艾斯在拜北后,回忆起路飞与萨伯点点滴滴的冒险经历 他此时已经做好了失去生命的觉悟 但是白胡子稀才,没有取下艾斯的性命 艾斯在船上,与萨奇的关系很要好,黑胡子蒂奇竟然向自己重要的伙伴下手 让艾斯非常愤怒,才有了艾斯独自去追捕黑胡子的事件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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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